你看你在佛门里面 你受了三规 这经上讲得很清楚 真正受三规的人 就有三十六位护法人 日夜保护你 非人是什么 冤亲在主 妖魔鬼怪 不敢接近 你有护法人 五戒 你受一条戒 就有五位护戒人 那五戒都受了 你有二十五位护戒人 有三十六位护法人 日夜保护你 你不会遇到灾难了 你是佛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 真正行善行善 原本的过去今生的冤情债主找到身上 他们都会远离 为什么呢 不在上海 让你好好的修行成就 你成就 你成就 他们都占光 为什么 这些都是你的有缘众生 你成佛了 在佛家常讲 佛不度无缘之人 这些人通通跟你是有缘众生 都是你度众生的对象 所以他希望你早一天称佛 早一天来度他 那不障碍你了 如果你是假学佛 没其名为学佛 那戒律完全破了 护法神都走了 护戒神也走了 那你这些冤情债主都附在你身上 找你麻烦了 他来报复你 他叫你身一心不舒服 身一心都在受苦 身体有病苦 心里面有烦恼 有忧虑 有牵挂 身一心不安 这都是冤情债主 没有这些冤情债主 哪有这种事情 这些小事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几乎天天都不离开 我们找不到原因 以为身体不好 去找医生检查 没毛病 很正常 去找心理医生 也没问题 不学佛 不学佛 不知道啊 学佛之后才晓得 那我们要保持身心健康 修学一切都正常 怎么办呢 把自己真正修学的功德 回向给他们分享 他们欢喜就不障碍了 你用清净心 你用清净心 学佛 用清净心 修行 用清净心 生活 处理日常事物 待人结婚 他们离开了 我们在道场 在讲堂 在念佛堂 看到多少 在念佛的人 在听见的人 精神唯美 不能振作 看到他说 疲劳 表现的他 他很辛苦 他不快乐 精神提不起来 都是 原型在主 我们了解 这个四十真相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观察 你就想 哪些人 原型在主 很多 他活得很累 活得很辛苦 哪些人 原型在主 少一点 他就很轻松 很厚薄 不会看错 非人得别 深夜神 原型在主 这原型在主 他就方便了 他就来找你了 这是第二种罪过 优优独播放 一尝 荣 除了 二尝 犹 我 是